MING PAO TORON 之前我們請來一位前地勤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在飛機場裡的一些靈異經歷 今集我們又請來現職飛機師 跟我們分享他的所見所聞 機組人員經常要四圍飛 在酒店遇到的靈異經歷 為數不少 曾經有空姐在出事之後 同事們在機場看到他們的亡魂 如常工作 今集當然不少都有看片的環節 我們會看到香港荒廢學校的靈探片 馬上開始 今集《總有一瓣喺左近》 歡迎收看今集《總有一瓣喺左近》 今集這個嘉賓熟口熟臉 因為上一季我們有傳聞撞鬼 但有些時間不夠 所以今集再找機師上來聊天 你好,Amen 大家好 你好 先開始說一下經歷吧 好… 當時在東南美的機場 做驚庭,停止 突然船長很大聲跟關說要停止 還跟關的同事說 你確定下方沒有小孩嗎 因為當時他看到那個橋下方 他說看到小孩在踢球 你們下意識明知 一定不會有小孩 但如果真的在螢光幕看到 其實我想你們十拿九韻 都知道它是那種東西,對吧 但你們也一定會停止 一定不是 他在眼睛看到還是在螢幕看到 肉眼看到 肉眼看到嗎 對 最後要怎樣處理 最後要關於雙方 然後停止了 關於雙方沒有問題 亦肯定不會有小孩 繼續再推返 我們上次也說過 有位空姐上來聊天 說機場鬼故事或是造業鬼故事 就是香港機場有一隊 很有名的鬼母子 也說過他在… 停機瓶… 是在打球、踢球 有也不奇怪 可能有東亞亞那邊的機場 也有很多自然災害 所以可能會否有些冤魂 我聽到一些在飛機航 傳出來的朋友說 他們有一艘飛機 是國內的航班 好像差不多降落的時間 20分鐘 基本上已經不讓他去廁所 空姐一定要巡邪,隔門 說準備了,快點回去 他一覺時發現沒有鎖門 但他聽到一個小朋友說 有人… 這麼真傻 不久,可能一、兩分鐘後 有個媽媽級的就走出來 說孝子… 很急…想要他 然後他就說 裡面有人,你先等一等 兩個人在等 因為兩個人同時都聽到聲音 差不多不可以再去廁所 然後有一個比較高級的 問他為何站在那裡 快要下飛機了 他說不,那個小朋友在裡面 我便等他出來 然後長大那個人覺得不對勁 一直都沒有 然後他看到沒有鎖門 他一下子就推進去 沒有人 但乘客和空姐都聽到 又要… 過了這麼長時間 聽了幾次,那件事都很確定 然後那個乘客說不去… 馬上坐下來 醒來也不去吧 對 我之前聽過一位師傅說過 如果有乘客離開 或是找過一些屍體 甚至骨灰 其實那些空間都會記下這些東西 機緣巧合都一定能量聚集 有這麼滿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會出來了 聽過有乘客在機上暴斃 是… 你們會怎樣處理 可以坐在原位 還是你們會先搬走他 我自己遇過一次 當時是一個男乘客 是發生敏感症 然後併發、哮喘,離開 當時我們已經飛到差不多一半 如果那個乘客離開 我們不會專門為了他… 回頭 對,回頭 或是我們做一個 危機的降落 去放下他 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手法 用椅子承綁著他 然後用一張尖掩蓋著他 當他好像睡著 但你們會否做一些法事或儀式 去清晰機器 沒有 難怪有這些東西一定要清晰 所以他就經常在機上 都走不了 走不了 因為他又不可以離開 聽說要有些過路… 路票… 對,路票才可以回到他家 有沒有人做這些東西 公司就一定沒有 之前我有飛巴黎島 在巴黎島有很多沙漠學校 接觸學校 接觸學校 去年6月 我在巴黎島考驗救護沙漠 我的潛店是一個中國人 和一個西班牙人開的 當時我晚上跟幾位拍檔 一起去外面的一間印尼餐廳吃飯 吃完飯後肯定會走回去 但那晚很奇怪 我們走回去後發現有一間店 是藍色招牌的 當時有人出來問我 你們是否來飛巴黎島 然後我說是 然後他說你們進來看看 其實我是來學護救護沙漠 也有先生、教練去跟 其實也沒必要再去問多間學校 直接走,已經離開了 但第二天,因為那間學校有 服務我們早餐 吃早餐時就問沙漠師 你們是否有藍色店舖的潛店 我說我覺得那裡的服務很好 然後他說那間店 已經生了很久 已經生了幾年 當時潛水是有個女生 上升時有個減壓病 減壓病,即是肺炮確鑽 當時是死了的 因為他們死了,賠了很多錢 所以沒有再開過 你已經有二對空間 對 對,其實我也在想 如果當時… 你答對的話 如果真的進去 會發生甚麼事 但你有馬上去那間店 看看究竟那間店是甚麼 那晚吃飯,我特地去那裡 再看看 其實是在門口上生了草 真的 很恐怖 有否曾經有一些靈體 真的走不了 他會找你們這些人去幫忙 可以帶我回家嗎 沒有這麼猛的事情 在我身邊經歷過 但我之前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台灣地區的一間航空公司 他們沒有允許給他們住酒店 兩個人租了一間民宿的住宅 是台灣人 他們很喜歡吃泡麵 在晚上他們用電爐煮 後來是短爐的 然後燒死了那兩個工具 是 如果飛到東南亞的這個機場 應該有很多人都會見過這兩個隊員 在走路附近跟機器招手 是嗎 當時台灣的這間航空公司 請了一些高僧 去那些地方接他們回來 其實也是 他想回家 想回家而已 這樣吧 很多這些航空故事可以繼續說 不如下一節回我們一起聊吧 好 其實不知自己喜歡坐飛機 到處飛機 所以我挺喜歡聽這些經歷 有否經歷曾經發生過電器或機械 是不正常操作到 你覺得不可以從科學解釋 而是跟那些有關的影響 其實至今我比較幸運 未經歷過這些事情 明白 反而會否有些機師或機組人員 相信有些宗教 會帶來一些法器、護身符 有,這一定有 因為我看過有些工具 跟我們一起飛的工具 去到酒店會把佛像 或者一些法器等東西放在他的房間 甚至我看到有些人在房間裝香 也有,在房間裡 也不足為奇 即是他們拿著鵝香盒 不是一堆香在裡面 他們隨時可以拿出來點 那些我有看過 有一間東南亞的航空公司 我看到他們的機頭上寫了符 我想你有聽過 因為他們無論是的士、私家車 都會有這個動作 保平安 但香港有某一間航空公司 在駕駛艙前面 是有一些佛像的東西放出來 類似是平安符的東西 類似是一些你會覺得保平安的東西 還有那間航空公司 曾經傳出來的 那為何會播出一些心經 一開始的時候 即乘客都聽到那個聲音 全部人都聽到的 不是很心悍嗎 為何他要這樣做 傳聞就是這間航空公司的老闆 相信這些風水的東西 也聽過傳聞說 他們的航空公司有可能 不知道何時會發生意外 所以盡量避免這件事發生 不如全部飛機播出心經 希望可以減化這件事的危險性 或是這件事的發生 Tutut Wood好像也沒事 他的主席認識 你認識嗎 是 很虔誠的壯傳佛教信徒 所以其實他們整個主席 主席的主席 全部人都相信撞著佛教 其實如果我是乘客 我上到飛機聽到或看到 其實我會有點心寒 其實不是的 因為他的心經是唱出來的 是 某明星… 是流行曲… 是流行曲的認識 演繹的 這件事只有你認證是真的 是真的 剛才你說有些機組人員 會在酒店做這件事 其實你也應該經常飛來飛去 你也會經常住酒店 其實你有否有這樣的靈異經歷 你自己經歷過 其實我每次入住酒店 我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習慣 就是我會敲門 敲門後我會先用箱子 頂著那扇門 其實我是打算讓眾生出來 我進去後就會跟他們說 我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只睡一晚而已 你不要過來弄我 有一次我在Jakarta 一間叫D字頭的酒店 當時其實是一個晚上 其實那一晚不知道做甚麼 我沒有喝酒 因為也不可以喝酒 當晚在睡一覺後 聽見幾次有家庭 在敲門和按鐘 當時我完全無法起床 沒有辦法起床 但我聽見有人在敲門和敲門 還要很清晰地說是在敲門 第二天打到職業 找他們的職業管理員 問為甚麼 為甚麼 昨晚有人在敲門和敲門 看整個樓層的閉門 其實是沒有人的 根本沒有人敲門 也沒有人按過鐘 你是累的 是給鬼擇的感覺嗎 不是給鬼擇,覺得很累 很生病 對 是不想起床的感覺 你們經常是日接夜、夜接日 可能是在閉門的時間 精神不夠便能接觸到嗎 是,有可能 聽完一些經歷後 不如看看,好嗎 因為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高齡人士 幫我們拍攝影片 今集輪到Gin 她是香港區的代表 看看她拍攝了甚麼,回來看看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 位於新界區 一間崩廢的學校 讓大家看看這間學校的外圍 這間學校在1946年至1947年 是第一次創辦的 但到了2008年的時候 就很不幸地 因為修身的名額不足 所以被殺效 現在我準備帶大家進去看看 是甚麼事 門口很窄 看到還有電腦 還有一些鎖匙 我猜這裡應該… 有很多獎狀 我猜這裡應該是教員室 這個月曆是2005年 其實我也挺喜歡去探索 因為可以看到歷史的時間停頓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是副隊長 這個位置應該是之前鎖了 接著來探索的朋友 我猜是他們開不了鎖 所以就開了一個洞 走進去 這裡看到一條樓梯 現在準備帶大家走進去 看看這裡究竟是甚麼貨室 看到這裡還有電燈箱 還有一些椅子 還有一些椅子 好,走 一上來,這裡又有風紀 但我已經帶了副隊長 拍攝印機 還有黑板 我猜這裡應該是音樂室 因為看到有個口風琴 也挺新的 還有一個鋼琴 我猜了 這裡很特別,下了半道站 然後地上… 門鎖在地上 這裡是否可以開門 先試試 不對,又鎖住了 到底這裡是甚麼 不對,剛才我好像在校長室 看見有鎖匙 我先試試看 剛才好像是這個 對了 剛才那個是大鎖匙 如果你說是大鎖匙,我也拿了 先試試 這條還可以插進去 這條插不進去 這條插不進去 可以插進去 不好意思,打擾了 糟了,真糟糕 冷靜點,慢著 這裡是學校,到神秘的門 鎖完後,很害怕 為何會這樣聽到怪聲 不用怕…進去看看 先開電筒 為何一間學校會有這麼多紙紮碼 到底這裡究竟發生甚麼事 這些是神功器的紙紮碼 桌上有這樣的東西 到底這裡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何一間學校會這樣 我真的在一間學校裡的紙紮碼 真的很害怕 這裡還有零零零零一隻 很有壓迫感 為何會有這麼多紙紮碼 真的很害怕 而且每隻都許許如新 真的… 而且有大有小 而且我看上去是很新鮮 真的很新鮮,真的說真的 我現在很堅強 真的很堅強 先走近一點給各位觀眾看看 不好意思,打擾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被我撞進來 真的不好意思 但那些馬的邊 就是紙紮抱的邊 即是他的馬鞍 不是,大家會否靈異化了 真是一個勞作室 你可見一個勞作室 這麼大隻馬 這麼大隻馬?做甚麼 不如問阿Jean 阿Jean就知道了嗎 對 你好 阿Jean 你好,幾位主持 你剛才很膽怯 你剛才的觀眾 觀眾 很膽怯 不是,我沒想過誤打誤撞 讓我開了一道神秘的門 有這麼多一比一的紙紙碼 那你自己的估計 為何那裡有這麼大的紙紙碼 我不知道 因為一開門,他的壓迫感 我估計有人特意放進去 因為他有一個陣子 他是順時針的碼頭 然後向著門口 還有靈靈叮叮的一隻 在黑板那邊 對,我看到 然後我開了門 可能我本身怕,不是超自然的 那客人病了 你… 你說… 一開門那一刻,對 你說那個陣子 我們看見好像有蠟燭的東西 是否有一點東西 不是蠟燭 是蠟燭嗎 不是 對,桌面那些是甚麼 是皺紙 是黑白無上的毛 只是皺紙而已 人家用那隻馬背部的位置 用來貼皺紙 黑白無上的毛 是彩色的 那條 是皺紙 你會看到東西的 你會看到東西的 你實際上在房間… 我看到 有看到靈體出現嗎 沒有,但馬應該有東西附在裡面 尤其是…我覺得 門口那四隻是特別惡 零零丁丁的黑板是很善良的 但我感覺到他不喜歡拍照 但我偏偏要跟他拍了幾張紙拍照 即是有人拍照 對,逼他拍照 希望你們喜歡,很特別的地方 挺特別的 挺有趣的 但其實整個過程 應該沒有很不舒服的狀況出現 對吧 進去後就很不舒服 回到家裡就有點病 然後燒東西就沒事了 你只是被馬嚇到而已 對 好 對… 辛苦了 好,謝謝你 謝謝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我懷疑馬是圍村 隨便找個位置放 或是做完法事 因為可能做了很多打照之類的東西 可能十年一次很珍貴 就放在學校上 我覺得真的像是法事 因為邊緣真的很像 但如果真的用來做法事 其實這些應該正常有東西附著 或是吧 即是鎮住一些東西 對… 很有意思 因為馬在某些宗教上 是做一種牽引 以及是帶領的意思 西安迷有兵馬俑 兵馬俑 兵馬俑裡有很多馬 其實他的作用可能是帶領先人 去到全新的一個… 紀錄社會 對 學到東西了 好的 今天謝謝Aman 再次上來分享 一些航空界的靈異事件 下次再聊天,好嗎 好… 謝謝 靈異事件也是那句 信則有,不信則無 我們下集同樣時間再見